认输,否则他会死 他不会认输的,你现在过去只会影响到他 我不能看他死,不可以 韩芸汐,你若懂得他的骄傲,就不能让他认输 世尊,你有隐瞻瞻瞻看他死吗,你办得到吗 龙非夜不动手,和一连势在必得 他一步一步走过去,使出了全身最后的力气 一脚狠狠踹向龙非夜的心口 几乎是同时,鞋尖上捧出了一道尖锐的刀刃 直指龙非夜的心口 龙非夜猛得一拽,和一连整个人便被拽倒 仰躺在地上 说,谁让你故意拖延的 你,你装的 看样子你被人坑了,死在这里 可惜了一身好功夫 仓丘子必死无疑 你原本可以继承索心愿愿守之位的 告诉本王 谁让你参战 谁让你故意拖延 龙非夜 你过来 我告诉你 龙非夜轻身挨近 只见赫一连张了张嘴 说了六个字 她的声音实在太轻太轻了 也不知道龙非夜听清楚没有 龙非夜正起身 和一连使出了最后的力气 猛地挺身而上 迎上自己脚尖 那一把锋利的刀刃 还有谁要上台 本王候着 还有人要参战吗 话音一落 玄寒宝剑 正是剑芒大放 震射了全场 剑宗老人 紧张到手心都出汗了 他最清楚 龙非夜 其实就是在强撑 他体内的事情之力 估计早就尽数逆行了 如今 只要一个四品高手上台 就足以将龙非夜彻底摧毁 这时候 二长老从位置上走了出来 听出于蓝 而胜于蓝 非夜 你是师尊的骄傲 也是我天山的骄傲 师叔我 服你了 非夜 三叔叔也服你了 年纪轻轻就破八品凡天之力 千诚无量啊 尊者 既再无人参战 那不如 很快 一个尊者便起身来 宣布此次排位战 龙非夜拔得头筹 位列第一 龙非夜回身 同三位尊者做了个一 便飞身上了天山顶 剑宗老人和韩芸汐 立马追过去 他们抵达九重宫的时候 这间龙非夜 都没有来得及进门 人 已经跌跪在大门前 欧险不止了 我来帮你了 有免费不止了